賴姓高中生和阿公 也就是他的親生父親 開心合照 看得出來兩人生前感情融洽 但在四號不幸墜樓死亡後 阿公從他兩歲開始 不斷過負給他的 龐大房產土地 就成了外界的討論焦點 你跟他是真實合一不合法嗎 你不遞了 叫孫三年 你愛賴先生嗎 墜樓前兩小時 才跟夏姓土地帶書助理登記結婚 但事發之後 卻連是否真心相愛都說不出口 因此家屬懷疑 熟悉賴家土地資產的這家人 成了墜樓案的最大嫌疑犯 也更讓人好奇 他們家的土地價值 到底有多驚人 根據瞭解賴姓阿公 從年米牆起家 後來從事借貸換現金 缺錢的農家會以土地作抵押 才換得在台中各區的大量土地 在北屯區崇德路 洲際棒球場一帶就佔了六七成 南屯區永春東路一帶約有兩成 其他則是在海線沙路 再加上重化後的土地價值 與日俱增 初估金額就超過十二億 如果已知道的狀況的話 大概在十五億 如果未知的 因為它土地權重有三十幾張嘛 還不知道的話 那可能上看都在二十幾億那邊 上看二十億的原因 或許還包括這裡 位於台中西屯區 有一整排透天錯 而且未知臨近捷運站 交通非常方便 也是賴家的資產 初估市價就超過一億元 在學校的表現部分都很正常 對 就沒有什麼特別意外 突然墜樓親生 老師同學也很驚訝 因為賴性高中生 平常與同學相處融洽 在校成績優異 在今年四月靠繁星 錄取東海大學哲學系 換句話說 根本就沒有親生理由 正值青春年華的賴性高中生 怎麼會突然墜樓 隨著名下財產不斷曝光 背後案情也讓人越來越物理看花 進行的車頭會來文中趙建林才能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